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3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請問你訂閱追蹤老王的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追蹤的 請你趕快動作 因為訂閱追蹤老王YouTube頻道 你才可以收到這個影片上架的第一時間通知 你才不會錯過任何一集關鍵的轉折節目 好的小編今天要來分析什麼樣的內容呢 美國昨天感恩節沒有開盤 董哥有什麼要提醒的嗎 如果是技術面的部分 美股技術面的部分 一樣跟禮拜二講的一樣 就是觀察右上角 我們現在重點已經在右上角了 短線的強弱就是看右上角 等一下技術面會來再繼續幫大家做追蹤補充 那如果是基本面 總體經濟的部分就像禮拜二講的 這個禮拜啊 最關鍵就是超級清洗餐 對吧 超級清洗餐 超級清洗餐呢 有所謂聯準會上次利率決策會議的會議紀要公佈 同時還有個人消費支出的指數的公佈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看聯準會上一次利率決策會議紀要 裡面寫些什麼 你從這個會議紀要裡面最主要是你可以了解到當時與會的官員們心裡的想法 是很多人這樣想還是一些官員這樣想 因為他有時候字也是寫some some 就一些官員 有時候是很多官員 many 非常多官員 你都可以從裡面看他們在談什麼 比如說這一次這個會議紀要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詞叫Gradually Gradually是什麼意思 Gradually就是循序漸進 慢慢的漸進式的 這個字眼出現了 這個字眼出現在這個會議紀要裡面 那他是循序漸進要幹嘛呢 其實他是說 如果聯準會的官員認為 如果通膨持續朝著這個2%的目標前進 同時可以達到充分就業 那麼聯準會就可以循序漸進 慢慢的漸進式的怎樣 降息 什麼意思 就是聯準會不要再大幅度的降息了 你要什麼 循序漸進的降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聯準會現在官員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降息接下來要慢慢降了 既然是慢慢降 所以接下來12月1月就非常有可能像老王之前預測的一樣 最快12月就不降息 那要嘛就是12月跟1月只會降一次 就這樣 這個會議紀要裡面看得出來是這樣 另外這個會議紀要裡面有刪除一些字眼 比如說過去的會議紀要 他會寫聯準會的官員對於通膨持續 去往2%目標前進是越來越有信心的 是充滿信心的 這句話刪掉了 這個話刪掉了 代表怎樣 代表現在好像信心沒有那麼充足 代表聯準會官員也開始意識到了 通膨 通膨有可能開始停滯 那就是老王常講的 最近這幾集常在講 短期的通膨已經出現什麼 停滯的現象 代表聯準會官員也有在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他把這個很有信心 往2%這個目標 這個前進這個詞 拿掉了 這句子拿掉了 再來關於暫停降息與否 其實如果你從會議紀要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他們有在討論 討論什麼 有一些官員就講 這個如果通膨開始往上的話 那聯準會就要暫停 這個比較寬鬆的利率政策 只有當就業市場意外的疲亂 只有當經濟的情況快速的往下 那麼聯準會 才需要繼續維持這個寬鬆的政策 或者是再更放鬆貨幣政策 從這個會議 我剛才提到這樣的內容來看 你就會了解到 事實上暫停降級這件事情 在上一次的利率決策會議 也有被拿出來討論 所以你說12月也好 1月也好 有沒有可能 就在某一次的利率決策會議 就真的就不降息了 有沒有可能 你從這個會議紀要看下來 你從以前老王 最近這幾集的分析看下來 是非常有可能的 搞不好12月就暫停降息了 那究竟是12月暫停降息 還是1月才暫停降息 關鍵就是要看後面的數字 什麼數字 同膨的數字 上次公布CPI 老王直接下一個訂路了 我說短期通膨停滯 你現在再來看一下 來PCE的個人消費支出部分 市場預測是2.3 公布出來雖然是符合市場預期2.3 但是符合市場預期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比9月份還高了 9月份才2.1 9月份本來是朝著2%前進 現在突然跳上來了 遠離2%了 核心PCE的部分 也符合市場預期2.8 但是公布出來2.8就等於你 你是創下多少個月以來新高 跟各位報告 是從今年4月以來的最高數值 最高數值 那怎樣 那代表是華爾街都開始在想到 通膨有可能開始要停滯了 甚至要稍微往上 華爾街都想到了 我請問你 聯準會官員不知道嗎 所以才會在利率 剛才談到的這個 會議紀要裡面 做了一些文字的改變 這個是大家後續要持續做觀察的 如果你只看數字 你可能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老王特別拿了表格圖 這種長條圖給大家看 柱狀圖 就更明顯了 你可以看到 最新公布的數字 小編 有沒有突然 往上跳了 這是明目PCE的部分 過去可以看到長期是往下 所以聯準會官員對於通膨往2%的目標 是非常有信心的 現在不見得 再來看核心PCE的部分 這一跳起來就很明顯讓你看到 從4月以來 這是5月的最高 最高數字來到2.8 如果這個數字再往上跳 跳到3月 跳到3% 那跳到3% 那就等於已經來到 今年1月份的這個數字 所以如果通膨 真的像老王講的 短期出現停滯 那我告訴你 聯準會要暫停降息的可能性 就越來越高 從會議記到裡面看起來就這樣 所以我們後面 值得需要持續來觀察 所以你說經濟情況 依照我們過去幾週 甚至一兩個月 看到那些經濟數字 小編好不好 很好吧 我上禮拜不是還看了什麼P&I嗎 對不對 好 那個就業市場 那個飛龍 失業率 好像也不錯 非常有韌性 但是大家接下來要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好 來看一下技術面的部分 道瓊 我們說過要看右上角了嗎 右上角看這個前高頸線 看這個圖方缺口 所以昨天開高走地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觀察 這邊的雙重支撐能不能守住 守住 還是一個前高突破的形態沒改變 跌破就會形成一個假突破 那道瓊就會轉落 那斯達克的部分 一樣 這個空方缺口已經被封閉 所以短線繼續觀察 這短期均線能不能守住 守住 或者空方缺口封閉 也不是什麼太振奮人心的事 因為 你還是要把這個前高壓力給突破 你突破才會再往上漲 不然我們看過太多的例子 就前高壓力摸一下 或前高壓力頂到 然後呢 前高失敗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是觀察這個前高壓力 如果攜帶 美股的漲勢可以帶動台股止跌反彈 那斯達克這個前高必須要給突破 那廢飯的部分 就墜落了 有人就說董哥 那斯達克這麼強 道瓊這麼強 為什麼台股這麼弱 各位啊 因為台股 我講過很多次了 台北 台北股市大盤指數 跟哪一個美股指數最連動 當然就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因為裡面有非常多的半導體股 還有一個最重要級 台積電 ADIR 而且你看啊 這個 NVIDIA到昨天 不是NVIDIA 費城半導體指數到昨天 是破底創下不斷新地的 那在對照台北股市這一波的修正 跟到今天早上再創不斷新地 我請問你 有沒有真的是高度聯動 有 所以就這樣 所以你期待台北股市可以止跌 可以要翻多 那就期待要誰 欸往上漲 費半 很清清楚楚 那費半要往上漲為什麼會很難 因為前面有空方缺口 我講過了 當初我們在這個空方缺口告訴大家 左缺 右口 導狀反轉 真的下來 這個空方缺口出現我告訴你 它是一個中繼缺口 缺口必須封閉 必須站上所有均線 才能夠翻多 有突破有站上嗎 都沒有 這個重要的壓力區在這個地方過不了 於是又往下走 所以我們現在觀察費半 當然你可以看這個前低 看要不要守住 但我個人認為 最關鍵還是要把這個缺口給封閉 還是要把月季均線給站上 這邊重新形成個四海猶龍的多方形態 費半才能真正的翻多 才能真正帶動台北股市 跟著一起止跌反彈 董哥 你真的是閃崩王耶 週二才說缺口出現又翻空了 結果季均線這次真的破了 禮拜二 就是這個禮拜二 告訴大家 台北股市的反彈 挑戰站上月季線是失敗的 那我說失敗不打緊呢 他還出現了一個空方缺口往下 那就確認這一次短線的反彈 暫時的止跌結束了 台北股市再一次短線翻空 要再一次往下去修正 測試季均線 然後我禮拜二提醒得很清楚 我說過去一次兩次三次 台北股市都守住季均線 但是我一樣講一樣的話 過去三次我都講一樣的話 什麼話 我都說不要預設季均線會有支撐 我說跌勢看壓不看撐 我特別在提醒各位觀眾 我說 你不要以為過去幾次季均線都守住 這一次台北股市就一定能夠再守住季均線 我說不見得 果然 這次就真的給人家灌破了 而且灌破是直接出現跟長黑K 這個叫集體共識的賣壓 因為大家都看到季均線跌破了 一堆人那一天都在賣股票 那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這個空方缺口出現 老王在禮拜二特別提醒他 非常重要 我說他是一個短線轉折的 重新一個轉折 再度的翻空 我們說缺口一定要尊重 請問 能不能讓你避開這一波的下跌修正 到了今天早上還在破底創新力 那缺口你覺得 小便 各位觀眾 缺口重不重要 重要 厲害不厲害 我們上禮拜五告訴大家 這裡出現一個多方缺口 台北股是短線要開始反彈 結果只彈了一天兩天 兩天就沒了 那重點是在於 禮拜二出現這個空方缺口 你會不會應變嗎 禮拜二節目老王就告訴大家了 我不是一個死多頭或死空頭的老師 我的看法 隨時都會依照盤勢來做出 第一時間趕快的應變 所以我說你的節目你要每集看 如果你上禮拜五看了老王的節目 出現多方缺口 台股要反彈 結果你今天再來看 你中間禮拜二那一集沒看 那你就會說 欸怎麼台北股是跌了 可是如果你禮拜二的節目你有看 我就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因為空方缺口出現了 所以我要立刻修正我的看法 我要立刻應變 我要告訴大家 新的空方缺口出現 我說我們就要尊重新的空方缺口 我說我們沒有在看前面的 我們要看最近的空方缺口 這個就是往下 代表趨勢再度翻空 那你看了禮拜二節目 請問你這一段能不能避開 就可以了 股市就是這樣 股市變化很快 瞬息萬變 那你需要學到的技術就是 重應變 即時應變 考驗每個人的應變能力 這樣懂嗎 好 那這個禮拜二 我們不只跟大家談到這個空方缺口 我們還談到什麼 我們還談到了 爆大量 也就是5000億大量的這個位置 我說這個禮拜二 抱歉 禮拜一 禮拜一爆出了一個 將近5000億的大量 那麼回推過去的幾次大量 都會發現 爆大量在5000億左右 就會出現一個轉折 還記不記得我這樣講 這樣講的一段話 來 我怕你們忘記了 請看 所以請問你 你看這一張圖 你覺得爆大量重不重要 你覺得爆大量在過去台北股市的兩次 有沒有出現一個關鍵轉折的效果 這關鍵轉折的效果是 低點有守住 再來高點沒突破 那我就請問你現在的台北股市呢 昨天爆了一個將近5000億的量在這個地方 而這個大量低點被跌破 大量低點被跌破 那等同你這大量低點被跌破 它會再漲嗎 對嗎 你如果期待它往上漲 大量高點要突破 所以你以昨天的爆大量的高低點來看 你低點是不能跌破 你現在已經跌破了 那你要不要擔心 你要不要擔心 會不會出現轉折 那如果你期待台北股市出現一個多頭 再次反彈 那我請問你 這個爆大量的高點重不重要 這邊就是高點過不去所以下來 所以昨天情況是昨天高點沒過 昨天低點還跌破 那當然這個地方你要特別謹慎小心 了解 有沒有看到 我是不是告訴你 這個藍線位置 爆大量5000億 大概5000億 接近5000億的大量 禮拜二就跌破了 所以禮拜二不但是有空放缺口 還跌破了這個波段大量5000億的這個地點 這都是老二 老王 不是老二 這都是老王 老王禮拜二 這個簡寫叫老二 這都是老王禮拜二 星期二 跟大家事先預告 星期二你還沒看到後面這些 星期二 台北股市還守住基金線 但你要是知道空放缺口的厲害 你要是知道 跌破大量低點的危險 這段能不能避開 可以 好那這段跌是 其實不是只跌這裡 其實最早最早是從這個地方 台北股市看到波段高點之後 就一路的往下跌對不對 好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你知道嗎 老王是在多久多久之前 就告訴你台北股市已經 首度犯空 正式犯空 不是到這裡 這裡是短線再度犯空 這裡反彈結束 我們要回顧更早之前 各位 這一波從這裡跌到今天破底創經濟 這一個月的修正 老王是在這個地方 出現第一個空放缺口的時候 就告訴你 台北股市跳空跌破越軍線了 這就是短線翻空 短線轉弱訊號出現了 一定要把這個缺口封閉 才能重新翻 忘記我當初怎麼講對不對 來看 歷史 那今天的趨勢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因為今天出現了一個什麼 空放缺口 這個你是老王的觀眾你就知道 我們有缺口就一定要幹嘛 就要尊重缺口 缺口對老王來說 是非常重要技術分析 你說對吧 那今天既然出現一個空放缺口 那就代表 雖然下面還有月軍線跟十日軍線的支撐 現在好像這兩條軍線還頂住對不對 但是因為有了缺口了 我們就要缺口先尊重 所以台北股市必須短線要趕快把這個缺口給封閉 我們才會說 OK 沒事 不然的話 我上禮拜我才這樣講的 短線做多看多 直到出現一個關鍵轉折 你就要注意 因為外資的期貨空單都壓在這邊 它在等的就是一個轉折的出現 那我們就要注意 你既然短線有一個空放缺口 這個缺口有沒有可能容易形成長線轉折的關鍵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可能 那我們今天要特別注意 所以各位觀眾你要注意 接下來大盤指數一定要趕快把缺口封閉 不然的話就是轉弱了 轉弱如果這兩條軍線破掉往下走 你看到這邊一疊破越軍線就直接殺到進行線了 這個距離是蠻大的 就要特別注意 所以一定要看到大盤指數把今天缺口封閉 我們才會說大盤重新轉折 這樣清楚嗎 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小便你剛才叫我什麼 閃崩王啊 那從這裡 就第一時間 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台北股市翻空了 轉弱了 到這裡 這樣這一段 可以嗎 可以 還有不只這一段 剛才講的嘛 小的還有這一段 那這兩個 老王都是用了什麼技術分析 共同的 缺口 你剛才都講了嘛 缺口重不重要 重要 當然就是他要把缺口給封閉再說嘛 你封閉不了 今天就算反彈又怎樣 來啦 你仔細看喔 這裡還有什麼 季軍線 這裡還有什麼 越軍線 你一定要重新站回季軍線 站回越軍線 再把缺口封閉 你才會重新扭轉翻多 才能重新形成四海遊龍 不然你的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既然空方趨勢沒有改變 今天 董哥 開低走高收下影線啊 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因為那叫短線的波動而已 我們看的是一個趨勢 就好像這裡出現第一個空方缺口之後 他就一路往下走 這趨勢有沒有改變 都沒有改變 因為都沒有突破越軍線嘛 這樣懂了嗎 歸買市場部分 這個 一根黑K 禮拜三 被大牌一起拖累下去 也跌破了五日跟十日 過去我們就跟大家講了 歸買市場的反彈過程當中 就是看五日十日能不能守住 只要一跌破 一跌破 他就會再度轉落 就會結束這裡的極彈 所以你看這邊禮拜三一跌破 他就往下走了 往下走了 那為什麼今天會反彈上來 關鍵是在於 他碰到了前面這個低領壓力 我還記得我跟小編有打賭嗎 我們那個最美好 心中最美好的劇本就是 假破底要來 增窗頭 小編我看來快輸了喔 因為他沒有十字跌破 盤中跌破 但是可以拉起來 目前還守住 我們當初說 我賭注輸的就是前波地點破 還沒 還有一絲絲希望 什麼希望 我們那個最美好的劇本 假破底增窗頭 現在好像看不太到 但沒關係 短線 如果你期待你的股票 你手上的中小型股 不要再跌了 那你要好好祈禱 這個前波地點守住 那還勉勉強強 搞不好有什麼機會 WD 也就是黃金右腳的機會 如果下去 那我們那個什麼 假破底要增窗頭 那個最美好的劇本 當然我那時候就提醒過大家 我說這是最佳最佳最好的劇本 不見得一定發生 但是因為我們人真一口氣 所以那時候我跟大家打賭 說到說到 如果跌破 說到說到 那你自己在觀察這個跪滿 你就注意 前波地點是近期觀察 但是我只是說近期短線 暫時止跌的觀察 你說他翻多了嗎 有翻多嗎 沒有 因為上面還有什麼 5日 10日 20日 這三條均線還是得要重新站上 短線才會真正的轉強 不是翻多 因為上面還有什麼 記絕線 記不記得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位置的時候 老王跟大家說什麼 在這個位置 我一直告訴大家 雖然已經進入11月14號了 就財報公佈截止日了 但是我們一樣 時間週期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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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了 但是我說 那我們還是要回到技術面 還是要配合啊 因為外資的期貨空單很多 你還記不記得我這樣講 我說我們要等到 貴買一定要突破月季均線 才能長線翻多 這個地方我一直提醒 那後來就沒有過馬 就下台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你必須看到貴買市場 把上面所有的均線都突破 才能夠真正的翻多 不然目前來看 就是短線跌升的反彈 你只能去期盼 希望 苦求 這個低點守住 10秒快問快答 如果你想要你的股票 讓老王簡單的幫你看一下 現在是多方趨勢 還是空方趨勢 不用客氣 趕快在今天的影片下方留言 留言的股票越多 留言的次數越多 又有機會抽到你喔 開始今天的10秒快問快答 成大這種強勢的標股 短線的強弱解碼 看5日均線 波段的行情什麼時候結束 就看10日均線 那金爆的部分喔 必須要重新站回5日跟10日喔 才能夠短線重新轉牆 那宏大電的部分喔 爆大量之後快速的回檔 主要原因是會成交量快速量縮 所以接下來就要觀察成交量 能不能再度放大出來 這邊才有機會反彈喔 那要是把這個月均線 這些均線全部跌破 就會變成四面楚歌 那整理的時間就要拉長 那創圍的部分喔 爆大量之後也是快速的回檔 但是最近出現反彈 觀察重點在這個爆大量的高點 必須要突破 才能結束這裡均線糾結的震盪整理 才能會有比較明顯的一波漲勢 那麼東洋的部分喔 這個技術面沿著月均線 只要守住月均線 就是一個多方趨勢不變 那能夠讓股價持續大場創高的 關鍵的連動在於投信喔 所以要觀察投信 能不能持續的買超 那最後一檔看到核大 一樣爆大量的近期爆了一個大量 所以近期的爆大量高點喔 能不能突破 就是可以觀察這邊喔 四海遊龍的情況 能不能正式發動一波漲勢的關鍵 老AI概念股今天跟著大盤反彈 是止跌還是還沒跌完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啦 因為禮拜二我們才剛做完節目嘛 提醒大家老AI概念股 還是一樣維持一個空方趨勢 還有繼續下跌修正的風險 所以後來過去這兩天 不是老AI概念股又繼續往下破底 有的跌破基金線了 有的已經來到基金線了 都有嘛 那你現在問題是說 那都跌到基金線這個長線支撐了 今天好像也都出現反彈 那這些老AI概念股該怎麼來看 首先講到老AI一定看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目前盤中開地走高 目前是一個反彈的情況 那很多的觀眾朋友會問 董哥 這個跌破基金線的幅度好像不大 好像是所謂的微幅跌破 微幅啦 各位觀眾知道是微幅嗎 就輕微啦 而且今天這個紅K棒又收上來 好像又頂到了基金線 那這個情況 我有台積電了 我到底該不該賣 我如果是空手想買台積電了 我到底該不該賣 因為基金線長線支撐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一句話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跌是看壓不看撐 所以你不看撐 你要不要管基金線現在到底是跌破還是沒跌破 不重要 你只要看壓力在哪裡 那這個是不是禮拜二告訴大家 禮拜二是不是告訴大家 左缺 右口 倒撞 反轉 有沒有下去 下去就跌破1000元 那這個位置很有趣的關鍵是 這個位置剛好是台積電在1000塊的整數保衛戰 小便 來喔 賭注了 來喔 你覺得這一把1000塊守不守得住 來啦 快點啦 想多久 你覺得守不住 好 全國觀眾 小便跟各位對賭 他認為守不住 如果守不住 如果守住 如果守住 就撐在這裡 那你就來加法 好不好 那 這個地方喔 如果要守住 絕對不是今天這樣喔 我頂到這個叫守住 剛才講了嘛 跌勢看壓 不看撐 他必須要把空方缺口封閉 他必須要突破站上月均線 這個才叫守住 因為你突破月均線 你看這邊就是過不了月均線嘛 從跌破月均線之後就過不了 所以一直往下 這麼禮拜二就跟大家講過了 所以要逮到這個位置 小便就來加法 但如果 反彈上來 空方缺口壓力 就在這個地方 沒有封閉 月均線也沒有突破 搞不好連摸都沒摸到 下去 那小便你就 你又猜對了 那只能說你對台積電的高高低低 掌握得很好 上次猜台積電你也中對不對 喔 到底 小便這次預言 能不能省預言呢 我們後面來看下去 不過小便 不過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地方到底能不能守住 就是看壓力 看清楚 來 紅海 紅海怎麼看 紅海好像也是微幅跌破 怎麼看 首先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紅海在這邊跌破月均線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大家 他短線放空了 然後就一路跌 到禮拜二我跟你講 我說這個反彈又過不了月均線 那你看果然就往下走了 所以我就問你 跌是看壓 不看深 你一直找支撐就一直跌 你只要關心壓力 就是月均線就是壓力 月均線就是壓力 請問你你會被騙進去嗎 不會 所以一樣道理 來 他如果要守住基均線 如果要翻多 那以照過去的經驗就是 必須要把哪一條均線突破 月均線 就這樣 如果沒有突破以前 隨時又會再往下 就跟台積電 這個空方缺口 這個月均線都沒有突破再上以前 搞不好反彈上來 還會再往下 紅海也是一樣 更的話 紅海短線這裡你仔細看 這裡還有個什麼 小小的 禮拜上有個小小的空方缺口 而且空方缺口 這邊還有什麼 五日跟十日均線壓力 所以上面是壓力重重 你懂我意思嗎 廣達 廣達 這邊上次跟他講過跌破 這邊是跳空往下轉弱 這邊是跌破月均線翻空 這個過去禮拜二才剛講 就不再贅述了 一樣廣達 來小便 也撐在基均線 現在怎麼辦 跌是看壓 不看撐 廣達如果要復活 就必須要把月均線給突破 就這樣 沒有突破月均線 各位就不用太樂觀 各位就還是要繼續的觀察就好 等到他突破月均線 就會形成三氧開太 趨勢就會重新翻墮 沒錯 來 下去又上來 對不對 關鍵的問題在哪裡 關鍵的問題在這裡 前高壓力有過嗎 沒有 沒過就下來了 那這個型態老王過去有沒有交很多次 其實這個型態你把它轉過來 就變成WB底了 對 所以貴買市場 你希望他不要再跌了 給我一點紅包行情 中小型股的年底作帳 那就是低點到手住 這個是轉過來 這個是高點沒過嗎 就下去了 下去的過程當中 未來如果漲上來 他還是必須要把這個前高壓力突破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壓力 他會需要一段時間整理 那更何況 如果現在偽創 現在偽創是不是跌破月均線了 如果偽創連月均線都站不上來 這個地方的偽創是因為站上月均線 所以短線漲了兩天 但碰到前高壓力結果又下去 那這個地方要是偽創再漲上來 OK 短線又再度轉強 問題是 他還是要面對到前高的壓力 如果還是過不去 最好的情況也是在這盤整震盪而已 所以目前來看偽創 他就未來就必須要經過一段 比較長時間的整理震盪 甚至修正 修正就是他月均線一直站不上去 然後就需要往哪裡修正 往基金線修正 這樣清楚嗎 所以你期待偽創 未來再過比較明顯的漲勢 那就只能等他把這個前高壓力給突破 但目前距離這個事情可能還有點遠 來 我把三條短線均線放上去 你短線又期待偽創直跌 先把三條短線均線站上去 如果站不上去 那當然就繼續來找季均線的支撐 技嘉 技嘉以前跟大家講過 這邊有所謂的轉單行情 有所謂的財報的題材 對吧 那我說這個連續出量 技嘉就股價就往上轉強 我說技嘉的強弱觀察最重要是看成交量 有量就有價 錢稅五大魚 你可以看到量說快不快 快 然後就 這個成交量你自己看 這裡快速腰斬量縮 然後成交量的趨勢是一路的萎縮 這一段成交量 比這一段 應該說這一段的成交量 又比這一段來得更少 有沒有看到 所以股價是不是就一路往下走 所以如果你想期待 技嘉再次轉強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漲勢 那成交量就要輸來啊 如果成交量都沒有在 沒辦法放大 沒辦法連續放大 那就代表他沒人氣嘛 沒人氣股價就繼續往下跌 那技術面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是不是跌破了五日十日了 當初在漲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短線看五日 波段看十日 我來告訴大家 這一波轉單的題材 這一波財報的題材 什麼時候會告一段落 就是看十日均線 那這邊跌破了 當然就一路往下走 如果你在把缺口這個地方 給他加進來 這個地方 他跌破 他事實上在這個地方 就已經跌破五日均線了 我們講過嘛 短線強弱看五日均線 波段看十日均線 那這個地方其實還有一個缺口 所以你回顧過去技嘉這一波的跌勢 原來也是出現了一個突破缺口開始 就跟大盤子數一樣 這個缺口看得不清楚 對不對 我們把它放大 給大家看得更清楚 來 這裡有沒有一個空缺的位置 這個叫缺口 而且跌破五日均線 然後這個缺口反彈也過不去 最後最終把五日十日一起灌破 所以第一個減碼的點在這個地方 跳空跌破五日均線 最後要走的地方在 最後一定要走 跌破五日跟十日 然後股價就一路走 一路走不打緊 這裡跌破越均線 再出現一個空方缺口 這個過去我們在分析裡 有跟大家講過了嘛 反彈過程這個缺口有封閉嗎 沒有 所以維持空方的趨勢沒有改變 於是股價又再度往下 所以我就問你 站上三條短期均線重不重要 那你回顧回到剛才前面的偽創 站上三條短期均線重不重要 一定要看到 如果沒看到 空方趨勢有改變嗎 沒有 即將又來到寄軍線了 現在怎麼一堆老AI都在寄軍線附近 小燕 這個位置關鍵 不成功變成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 寄軍線是一個股票的生命線 這個長期的趨勢 那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結論就是 你不用去管現在有沒有醜素寄軍線 看看上面的壓力 看看上面的缺口 看看上面的均線 如果可以突破 那才能夠真正的化為為安 如果沒辦法突破 談個一天兩天 搞不好哪一天 這些老AI會同一天 全部灌破寄軍線 殺的昏天暗地 有沒有那一天 我不知道 你要把上面的高點壓力突破 就不會有這一天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感謝全國觀眾的支持 更感謝會員 實際加入普惠投顧老王的會員 跟老王一起在股海打拼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禮拜一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近來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虛擬貨幣 期貨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加入L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就會告訴你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引誘各位民眾 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他會告訴你喜馬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必定是詐騙 民眾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遇到要你加LINE 才能進行投資的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一起關心您 請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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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